接下來的隨直維港倒數活動將會是南亞島海難之後 首次再有海上煙火會演 海事處估計當晚會有大約100艘船出海接載市民 相比11煙花會演 當局會增派30個工作人員 和派多6艘船隻協助管理海上安全 我們當日也會加強巡查船隻 還會嚴格執行小童需要穿救生衣 和船長需要有乘客和船員名單的規定 如果發現有船遺規的話 我們會即場發出一個指示 要求船長去遵從 如果船長拒絕遵從這個指示 我們會考慮做一些適當的跟進行動 或者考慮作出檢控 而警方就計劃派17艘水警輪 在維港巡查管理海上交通 警方強調會加強打擊和檢控超速船隻 又提醒船長不要走後駕駛 而在南亞島撞船事故之後 海事處一共檢查了158艘渡輪和街島 以及234艘載客船 提出了5宗的檢控和發出了23個警告 主要涉及救生衣數量和擺放位置 香港蜂瓶電視記者 葉問言報導 請出了2 感谢观看